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 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亲爱的亲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收听 今天的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这个节目 新住民朋友来到台湾 时间久了 难免会有需要 进修的需求 那么新北市的张和国中 在之前就成立了新住民的学习中心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张和国中的校长 何文庆校长 要来聊到这个 让新住民可以有地方有管道 可以学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中心 节目现场我们来欢迎何文庆校长 欢迎校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和大家相会 是 刚刚在跟校长聊的这个过程当中 校长有说张和国中的这个新住民的学习中心 成立至今已经有四年的一段时间 先请校长来跟大家聊一下 当初在国中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念头 会想要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新住民的学习中心 这个蛮特别的 是 那这主要是 因为新北市政府对新住民的部分相当重视 尤其在教育这一部分 所以在我们教育局有成立一个相关的一个专门的科室 我想这也是应该在台湾地区唯一的一个县市 有这样一个新住民文化教育的一个科室 那为了推展新住民教育 所以在国中国小有选定了几个学校来成立新住民文化教育中心 那这样的国中就很荣幸的被教育局选上了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姻缘 才有机会来成立一个新住民的学习中心 那我想成立这个新住民的学习中心 当然有一些主要的目的在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请来这个校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住民这个学习中心 当然主要是以学习跟成长为主要的目标 那在以往我们对新住民的这个教育 都是以新住民融入我们台湾本地的生活为主 那慢慢的这个观念一直在改变 我们认为对新住民要有更多的尊重 应该让他们有更多的专业成长 建议他们在台湾的信心 让他们在这边有更高的生活能力 以便于他在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土地上 能够更顺利的更幸福的生活 那所以新住民学习中心 大概就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希望说提供给这些新住民朋友 更多学习教育的机会 同时透过这个学习教育的过程里面 他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经验交流跟分享 那他们也可以透过这里面 去寻求到可能在他母国里面 这些伙伴们之间 彼此的温暖 大概是这样 是我想这是必须的 因为很多新住民朋友 其实驾到台湾出来乍到的 一开始都是带小孩 那当小孩大了之后 开始有了自己的时间 那要做些什么 是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可以让这些新住民朋友 出来外面走一走 第一学习一下东西 第二可以认识一些同侪 好朋友彼此交流一下 让自己的生活当中更加的丰富 那这个新住民的学习中心 我想张合国中这边 里面成立了四年多的时间 有非常非常多的课程 大致看了一下介绍 面向非常的广 是不是也可以请校长来 详细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从过去到现在 到底有开过哪一些课程 要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的呢 好的 那新住民学习中心 以在张合国中来讲 我们开设的课程非常多元 那大概主要几个部分 一个是以生活的适应的部分 那一方面就是它的专业成长 那当然有一部分是跟家庭有关的 大概朝这几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这边跟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 比如说有这个基础保养 跟这个美甲彩绘班 这个女生最爱的 这个班大概是新住民最 算是最热门的 最热门的 几乎一公布就额满了 马上就额满了 等于是额满率非常的高就对了 一个课程 而且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课程 是以新住民朋友优先来录用 优先录取 而且免得参加 那还有这个空语的名额 才会开放给我们本地的社区民众 那以这个美甲班 美甲彩绘班 大概本地民众参加机会都很低 因为一新住民的部分就满了 是的 另外比如说 这个新娘秘书的彩妆课程 化妆的部分 对化妆的部分 这也是他们非常热门的 所以我们几乎每一期都有开的 就刚刚的美甲跟彩妆 这两个几乎是每一期都会开设的 而且都很快就额满的 光是这两个课程 就让很多新住民朋友趋之若鹜 是 另外比如像说 我们有这个手工肥皂的制作 认识咖啡 咖啡拉花 还有这个布衣课程 这布衣课程他们也蛮喜欢的 布衣课程是哪个布 跟一般的缝纫不太一样 就是它可以 它不是单纯的剪裁缝纫 它结合创作 比如说它可能制作一个 自己的一个包包 它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放在里面 它自己设计图案 自己设计样式 然后这部分 算是一种跟文创结合 对 它是以布跟缝 手工 用手工跟布 有部分用了缝纫机 它是结合创意 它可能制作是自己想要的 刚刚讲的这个包包 它可能是一个手机袋 类似这样的东西 但是它结合它自己的创意 是的 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手机包 也许是一个皮件的 但是它可能缝上一些布 当一些配件 让自己的手机包看起来更加的漂亮 加入自己的巧思在当中 是的 这算是要有一点点艺术天分的 这个部分他们也是很喜欢的 像有电脑课程 因为目前来讲电脑几乎是我们必备的生活工具 确实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基础电脑课程 包括网络的使用 这一些也是他们在生活 可以提供他们生活上 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帮助跟工具需求 那以烘焙 那烹饪 烹饪 以这个点心制作 烘焙 那这个主要是说 他们可以在家庭里面 透过烘焙可以促进亲子的关系 而且它会蛮有成就感 你知道 当然做好一个点心 它会跟大家分享 跟他的家人 甚至有时候他们 可能他们这个同才的姐妹之间 对分享 所以可以促进他们的成就感 那也是一个交流的机会 另外譬如说 还有这个花艺盆栽的设计 可以美化他的家庭 那还有新年成长的 像譬如说 有书法课程 书法 新著名朋友写我们汉字的书法 还有书法 OK吗 当然他们在开始会有点卡卡的 但因为他们还是会很认在写 但以我们来看 就像我们从小学开始写书法一样 但他们在练习练习 有些朋友写的也还不错 像绘画课程 这些 那另外譬如说有经络推拿的 推拿的也有 就经络推拿养生的部分 所以我们开的课程是 五花八门 像摄影的 拍照的部分 所以这个课程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不是说只有在某一个层面而已 那我们主要是以这种课程为主 那讲座为辅 除了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一般设计大概是 可能上6到12周之间 他会看这整个相关的课程不一定 有些可能上6次 有些可能上12次 有些可能会更多 那除了课程以外 我们有些讲座为辅 那讲座 譬如说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理财讲座 上课的部分 就是讲座是比较是演讲式的可能 经验分享 一次可能 我们会找讲师来一次 可能两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讲座 包括像说 如何促进亲子关系 亲子沟通 这些讲座课程 或是家室达人课程 家室达人也要特别提一下 这个我们办了之后 他们要求还办进阶班 你们一开始可能只有初阶办 原来这个讲座三小时 只是一个初阶的分享 他们觉得 对他们的生活上 原来在做家室 还有那么多的美感 闭关 他们还主动要求 希望能够再开 进阶的 所以我们会依据这个需求 去再做相关的规划 跟开设这个课程 所以这个部分 还是会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的 是的 我们暂时先聊到这边休息一下 下个阶段 再持续请到 这个张和国中的何文健校长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 目前在张和国中内的 这个新住民学习中心 还有哪些值得分享的内容 继续来这里 帮助